微波炉是现代家庭当中不可或缺的便利家电 但最新的研究发现了 微波炉内藏有700多种的微生物 其中有耐高温的细菌 就算是微波炉内的高温也杀不死 只要污染到食物再吃下肚 还可能引发食物中毒 严重的话更会导致败血症甚至危机生命 食物放进微波炉加热只要一到两分钟 就能轻松上桌 微波炉不只是超商必备 更是很多家庭常用的电器之一 但它却很可能是细菌的温床 有时候我们的一些食物会溅到外面 可能会长出很多种的微生物 有一些比较耐高温的 所以你使用微波炉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都用一分钟两分钟 硬座当中 它不一定会把这些微生物都把它杀死掉 西班牙的最新研究发现 微波炉的内部细菌非常多样 研究人员分析出747种微生物 比较令人担忧的是 当中不少细菌具有高度适应性 还可以耐高温 微波加热也杀不死 还可以在极度干燥的环境下生存 像是克雷博士菌 长球菌 以及气氮胞菌 更会致病 一旦污染到食物 再吃下肚的话 还可能引发食物中毒 只要细菌跑到全身 还会导致败血症 担心说它除了造成急性肠胃 也可能会变败血症 会器官衰竭 就有生命的危险 每一次使用完毕之后 都应该拿湿布擦拭 微波炉内部 特别是食物喷茧出来 更应该尽速处理 平时也应该定期用稀释的表白水 清洁微波炉 降低细菌 资深的机会 记者未提预论 也在报道